在傳統市場裡 一間有著日式裝潢 卻賣著台式小吃的攤位 每到傍晚這裡就飄出陣陣的香氣 想做一些傳統市場 那種老舊小吃改造的地方 因為小吃這種東西就是 怎麼講 那時候啦 因為我這邊也開了差不多六七年了 那個六七年前的時候 小吃的那種創新的店家還沒那麼多 我大部分環境都是髒髒亂亂的 第二代也沒有那麼多 想說做一些就是 味道可能很難滿足所有人 但是那個環境至少要乾淨衛生 大概這樣 味道不能讓大家滿意 至少環境要乾淨衛生 老闆在六年前創立這間店 就是想讓台式小吃也能有乾淨的用產環境 這邊是那個第一公有市場 就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傳統市場也是沒什麼人在經營 這一部分 那時候也沒有 延程也沒有那些什麼計畫什麼的 那我看北部有什麼東門市場 還有一些小吃雜八 台中好像也有 就想說 欸 那我就試試看 再鳳山試試看 老闆看到北部有東門市場 而當時的高雄 還沒有經營傳統市場這一塊 於是老闆決定自己也要試試看 因為那個當初 因為我們當初是賣大腸 就是比較傳統的 但是又想要帶一點串心 外面很多都是蚵仔 不然就是肉根 魚碗 想說用一點不太一樣的 就是跟我們店一樣 就是 雖然我們是做傳統的東西 但是也是有一些更新跟不一樣的地方 從紫麥大腸麵線 到後來在麵線糊裡加入叉燒 就跟這間開在傳統市場的 台灣小吃一樣 既傳統又創新 這邊除了麵線糊以外 港式豆腐也很厲害 我們就是用那個小火燜爐去燜著 要不然外面的青森豆腐 大概都是用那種大型的蒸包 集成大火去蒸 像人家蒸那個小籠包啊 湯包啊 湯角那種 蒸角那種 就是有一個蒸氣爐 然後一直大火去吹吹吹吹吹吹 我們是用小火慢慢去燜它的 不太一樣啦 類似豆腐包那樣 我們的豆腐其實也是臭豆腐 只是我挑沒有那麼臭的 因為傳統的臭豆腐真的蠻臭的啦 有一些業務啊 還是什麼小姐 他們可能愛吃 但是吃完了 可能要上班還是幹嘛很不方便 要不然就是帶回家 會環境不太好 我們是 豆腐是比較偏香一點的 就是 雖然是臭豆腐 但是豆腐會比較重 老闆特地選用沒有這麼臭的臭豆腐 就是想讓顧客更無顧慮的吃 下次不妨來這裡吃一碗 不一樣的麵線鍋吧 記者黃冠維如瓶家高雄採訪報導